明白嗎? 交易所的交易員幫你做交易 如果今天不虧 虧錢不抽 不過平均怎麼樣 每個月一定給你6.5到9 然後還有給你保本 那我再跟你解釋 有些人會認為不大可能 有點匪夷所思的 有點天放夜談 各位 一萬塊錢美金 來每天幫你賺個二三十塊美金 你就做得到嗎? 用殺雞用牛刀 不是說每天用的一萬 來幫你賺一千塊 那個叫神經病啊 一萬塊美金 來幫你每天賺個幾十塊 這是做到了二三十塊 明白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因為美國的股市線 是在一個波動的 一個在上升趨勢 所以他們是比較能預測的 第三 是這十組織股市經過分析的 你選擇了阿里巴巴 他就用阿里巴巴跟你交易 明白嗎? 第四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股票本質上來說 是相對每一年 都會再上兩到三個點的一個趨勢 最平均的每個月 而且呢 我讓你知道一下 交易所是可以買跌的 你們知道嗎? 所以你們不要以為跌也是賺 你們聽過一句話 其實行情好不好 交易所都賺錢了 懂我意思嗎? 然後公司也叫這個數據 你們想想 當我們的如果想用全球會員 有幾十萬會員的時候 如果說大家一起買蘋果 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一起買蘋果 會發生什麼事? 對嗎? 這蘋果已經變成我們的了 這是大概題外話 好 所以從這個裡面 你們大概明白它的運作模式嗎? 細節的東西我就不談太多 我知道你們知道的話就是說 當然還有其他的是促銷 你們的領導 會跟你們在多談 因為從這邊的概念裡面 因為我們是說 方法對 想法對 路就會走下去 因為我不想一開始說 各位啊 你投錢了之後你會怎麼樣? 至於其他的東西呢 我會你們的這些 介紹朋友 會跟你們多談一下 下總還有什麼東西 要我補充嗎? 我可以想看了嗎? 好 所以各位啊 我知道你們有點累了 因為呢 我正對一些朋友 在 我都會有一個習慣 收藏前呢 我會跟大家談一些分享 或者談一些笑話 這個笑話啊 也不算是笑話 而是要有人知道 因為呢 有些的思想 觀念呢 還是不打開 還是可能認為股票 有些問題啦 各位 這個最大好處就是呢 它是美國藍籌 我幫我猜一下 我在總結這個的時候呢 我跟大家做一個數學分析 假設說你放一個一萬塊錢 開你的户口 我們說每個月可以拿多少? 6.5到9對不對? 我們講平均7好不好? 平均7的話 一年是一年是多少? 哇你們的數學真好耶 比我的孩子還好 我們打個比方 我們就說 第一個你的一萬塊 每個月有七個點 對嗎? 一年 84個點 對嗎? 所以很多人就有這種想法 對嗎? 第二 你還有第二個收益 因為美國藍籌股 平均每一個月 會剩下兩到三個點 我就說兩個點就好了 這個是有證據的 這個已經從過去這邊了 所以不要再問我 我們有一年過來了 所以每個月兩個點 所以我們說一年的話 是不是這邊至少有24個點 這個是騙你們的啦 因為我們喜歡講保守 明白嗎? 你看到我們有些半月 最近上了50個點 所以我們這邊每次講騙話的 懂嗎? 好像在公司 我們的這個 所以你們每次 公司是每 你們把你們股票賣了 公司一般上是 條件上是 7到10天的工作日 才會把這個錢發到你們的戶口 可是公司有個問題 每次不守時 每次找到 所以這公司很不守時的 還有這樣每個問題 所以我們說成功可能不給守時 不給準時到 不給遲到 要怎麼樣? 找 那在找後 那第三個呢 是什麼原因呢? 是每三個月一定會有分紅 明白嗎? 明白什麼叫分紅嗎? 公司掙錢 它是不是每一股 例如說你可能擁有 你5萬的戶口 你有可能5千個 阿里巴巴的股票 每一個股他給多5毛 這樣你一個早上起來 為什麼多了兩三千塊錢 有時候會有的 我被進一個大姐 他花了十多萬的 他買那個輝瑞的 一個早上起來 股票分紅 他多了一萬兩千美金 在他的戶口裡面 因為人家人家賺錢給的多 你就拿的多 這樣明白嗎? 所以這邊來說 我們就說可能平均 每一次給就大概是 三個 兩個點 三個點 差不多 1.5也好 四個季度 就給他六個點 這樣明白嗎? 所以84加 24加 那多少? 114 114 這個點 明白嗎? 你懂我意思嗎? 你可能你現在買這股票 是一百塊錢一股 一年後這股票 可能是一百二十塊一股 所以你們所掙到的 我沒有談負利滾存 懂什麼叫負利滾存 我真的我不要套現 我把它放在裡面 那個肯定就 我們這邊是讓你們自由選擇 沒有強制性的 這樣明白嗎? OK 所以各位多了解一下 美國的文化 因為我知道台灣海峽的一些股市 跟我們東蠻亞 因為我們亞洲人很喜歡做炒作 很喜歡做短線 而且很喜歡什麼內幕 有的關係就沒關係 每個人套來套去對不對 美國股市是一百八十個國家 巴菲特說過 它是隱形的手在操作 沒有的人可以去玩 全球 晚上 像美國的時間一開始 全部人都在看著 所以它不是可以假做的 這樣明白嗎? 所以在我結束的時候 我呼籲你們呢 多了解一下西方的一些文化 美國籃球股的一種做法 然後因為時間的關係呢 你們要聽笑話呢? 還是我下去了? 聽笑話 有點黃色的 你們喜歡聽黃色笑話嗎? 咦? 我也喜歡呢 你們喜歡嗎? 喜歡 喜歡啊? 然後我這邊只會開個玩笑 因為有時候輕鬆一下 你知道有有有有有 美國啊 現在很多中國台灣的學生 去那邊留學 有去過美國留學嗎? 美國 這麼巧 好像我們認識很久這樣 哈哈哈哈 那有一次啊 這個大學啊 美國學生啊 跟這個台灣學生 能夠修喊打架耶 當然我們都知道 按摩啦 老外是不是比較大隻 對嗎? 以前打下去那個台灣學生 台灣學生 打下去傷了 然後台灣人呢 我們是要面子的嗎? 輸了啊 我們講輸賓沒有輸賞啊 對不對? 輸賞沒有輸賓 他就直接這樣一句話 我臭你罵 這樣罵回他耶 哎呦 這個老外聽不懂啊 他就隔壁那個人耶 他說什麼 他又不好意思 他就直接說 他說啊 他跟你媽做愛啊 哇 這個老外聽了 就我走過去耶 對不起 我不知道你是我媽媽的男朋友 哈哈哈哈 聽到什麼嗎? 美國人叫我 你說 你說 我吵你媽的 原來你是我媽的男朋友 這美國人的思維就是 所以各位打開的思想 看一下這世界是怎麼多美好 所以也謝謝你們給了我一個小時出的時間 OK 謝謝大家 好 我們現在是我們 新鎖的百科陳述 我們和何老師 很精采的一個演說 也謝謝呢 我們剛剛我們謝老師 非常精采的一個演講 號稱是 股票神射手 那相信大家如果心中呢 還有一些疑問的話 等一下呢 我們的專家群 或者呢 您可以跟帶您來的這個朋友 來多做一些請教 好